高雄专案来帮助水灾的灾民就业 不过高雄县被安置在营区的灾民 有四分之三以上还是失业没有收入 而在凤雄营区的灾民们 最近试着利用漂流木做成了钥匙圈 还有杯垫这些手工艺品 反应还不错 当木材磨了平整 在涂上漆 绕上客户要的字 一个很有原香风味的八八风灾 纪念钥匙圈就完成了 这是被安置在营区的八八风灾灾民 最近学会的手艺 在简单布置的工作区里 像江先生这样的年轻人 有好几个都上午来到工作室 做手工艺品 下午再去找工作 因为被安置在营区以来 等不到八八灵工专案 一直没有收入 还好社福团体请来老师 教他们学习用漂流木 制作简单的钥匙圈 杯垫等等的手工艺品 替自己赚一点生活费 我每天来 是加一点零用钱而已 蛮好玩的 就是蛮特别的 虽然制作一个手工艺品 送入才一二十元 但只要利用闲暇时间 就可以完成 一个月下来多赚几千元 也不无小补 社福团体目前四处 帮这些手工艺品 寻找销售通路 已经有几家企业认购 生意还算不错 接下来灾民希望利用他们自己赚买的基金成立工作室 让他们灾后的收入能够更加稳定 记者王阶村 蔡明校高雄报导